请问一下您在几层 画面中这位棋手是王亮 刚遇到一轮阵雨 他又一次浑身湿透 作为刚跑一年多的新手 这是他第一次遇见 北京如此强度的持续性降雨 暴雨天气下 许多人居家办公 送取物品需求加大 王亮告诉记者 最近几天 他每天都在不停接单 奔忙在路上 平台订单数量虽多 但王亮每日实际接单数量 和所跑公里数 却和平日所差无几 暴雨天气下 10公里的路程 要比平时慢15分钟左右 尤其最近几天 所送的大多为文件电脑 等办公用品 需小心保护 不被雨水损坏 送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平常的话 它的单量是 7公里 可能说 我说送个文件 也就是在20分钟 但是送电脑的时候 骑不快 就是因为电脑怕颠嘛 那一单我送了半个小时 就是时间上来说 就是说我亏了 但是这个东西 我完全送到了 刚才水比较大嘛 然后衣服里面 还有那个裤脚 一直到这都是湿的 穿着鱼也是 这个鞋呀 基本上一天都没有干过 极端天气下 平台对骑手的配送时间 有所延长 并且不会强制骑手接单 尽管比较辛苦 王亮还是选择多跑一跑 一方面是想满足 大家的生活需求 另一方面 他也想在路上 看到危险时尽一份力 你可以选择干 你可以选择不干 我感觉我在下雨的时候 作用会比较大嘛 因为单比较多 一方面是为了钱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也是可能会帮助更多的人 可能说电动车 骑得太快 会溅了一身水 然后我会上前去 看一下这个下轴道 堵的原因 专门停下来 然后试着去通一下 昨天那个位置 因为它是水泥路嘛 那个坑会越来越大 当那个自行车 在那个位置的话 可能说别的车 看到的时候 也会躲一下 避免一些事故 其实耽误不了几分钟 还好 人不能总朝前看 是吧 虽然送的比平时慢 但王亮今日 却基本没有收到差评 大部分顾客都能够互相体谅 他最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骑慢一点 虽然简短 却很让他感动 因为在下大雨的时候 打电话 给人问一下地址 然后他会说 那个路上骑慢一点 注意安全 就包括送上线了之后 他也会说 一定要注意安全 慢点系 我感觉挺感动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职业 然后就是说 能受到大家的关心 我感觉对这个行业的话 就是 我也比较满足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O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